大家好,我们先试制编译代码软件 在外部工具选择Vidio Steel 2017或2019 我这里的是2019版本 在这里可以试制成中文的了 我们新建一个胶囊体 然后在assets新建一个文件夹命为script 把所有的c-shot文件放在这里 在script上新建一个c-shot脚本命为prayer 然后双击打开它 我们看到最上面的代码 都是以yousin开头 表示允许我们访问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是引用类的集合 在这个特定的脚本或类中 它继承自monobehavile 现在我们用monobehavile的代码编写 如果我们把yousin united engine注射掉 它会提示错误 无法找到类或命名空间 monobehavile 是否遗漏了yousin 命名空间在大型项目中非常适合 现在我们知道了命名空间 至少是在机场 一个类是容器的变量和方法 组合我们的代码到工作中 这里的prayer是我们之前起的c-shot名字 这里的puppet是公用的意思 类与类之间可以继承和构建 混合搭配 组成一个我们想要的玩家 比如游戏中人物有生命值的类 攻击值的类 运动值的类 看到有两个方法 或叫函数 把注射去掉 word像一个机器 它将返回某种值 我们输入一些说明 它会将该值返回到该方法 可以理解方法只是简单的指示来做某事 是它方法在开始的时候执行任何代码 update方法是执行每真代码 变量可以简单的理解尝试容纳数据的容器 无论何时创建变量都会有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将被称为访问器 访问器允许其他类访问词变量 你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访问器 分别是public和private 公共访问器允许其他类访问词变量 private私有访问器 限制其他类访问词变量 在典型代码中我们通常定义成私有的 这里我们先用private 这样会暴露出来 数据类型有int整形类型 浮点类型 布尔类型等 然后其一个名字 只要不和unity和c-shot中的任意关键字 相同就可以了 例如我们不能使用unity engine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字 通常编量名以小写字母开头 第二个单词以大写 例如is-growth 变量名要具有意义的 知道自己起的是什么意思的名字 有了变量名我们就要初始化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